好 歡迎回來 現場給大家看完 是籌碼專家阿斯坪 阿斯坪早安 早安 各位投資朋友們 大家早 阿斯坪這個全球股市熱翻 尤其是美國股市 三個禮拜又創高了 指數在今天也是展開反彈 不過以籌碼面的角度來做 目前整個籌碼面的變化 是不是也是對多方面比較有利 您怎麼看 我們說目前 美國實在是強到不行 黃麗菁軍覺得說他太誇張 他又可以再更誇張 就噴出再噴出 對 越來越熱這樣子 所以股市非常熱 跟我們最近的寒流完全相反 對 股市反而會越來越熱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稻窮指數 這個是月K 本來每個月都是中紅 中紅 中紅 已經很誇張 1月份 2018年的1月份 漲了快2000點 誇張 稻窮指數竟然在一個月內 漲了快2000點 所以表示他已經進入了什麼 最後的噴出段 這個噴出段 基本上你只要看到利空 他就噴出 噴出段一定要利多 讓所有的人都跳進去 他才會結束 稻窮有這個跡象 所有人都瘋狂的跳進美股 你看台股今天 金金漲 開高還壓回 那都不用擔心 開高一路往上衝 當天大漲150到200 你才要擔心 但是後來大家就不會擔心了 大家就跳進去了 對不對 因為你跳進去 他才會一路漲 所以現在金金漲 都還是有空間 像稻窮你就要提防 這個1月份漲這麼多的話 2月或3月 他可能開始震盪幅度就會加大 不過在還沒有看到 稻窮跌個兩三百頂以前 都不用太過去 刻意去換空他 因為現在的多頭 都是拿空頭當作糧食 你只要一空他就加空 一空就加空 所以不只稻窮 我們來看納斯達克 也非常的強勁 你看本來都是這麼小紅 是月K 你看納斯達克這一根紅K 等於人家好幾個月的紅K 所以說不只稻窮 稻窮可能30支噴出 然後說覺得還好 納斯達克 我們可以看到上禮拜五 一堆電子的股票 都創新高 最誇張的 納斯達克現在非常強 像上禮拜五 有一檔帶動費半 跟納斯達克的 就是Intel 公佈一個利多 大漲多少 10% 本來都沒有漲 對不對 每股稻窮一直噴 納斯達克一直漲 他沒有創新高 所以市場會不會空他 會空他 所以一個軋空漲了10% 所以Intel 所以我們說現在行情怎麼樣 不漲才怪 而且說你的股票 漲不動就有問題了 隨便一個利多 我覺得利多一定要漲 利空也要漲 所以利多不漲的股票 我們現在就要特別小心 我們就用Intel來看 利多都要噴出 利空都要漲 利多都要噴出 論你的股票 台股也是一樣 利多如果漲不動 你就要小心了 非常奇怪了 表示有阻力在這地方做調節 所以短期的投資朋友 可能可以去追高 因為可能馬上就出掉了 如果是中期的投資人 都開始在這樣 逢高慢慢做減碼 因為他已經做了一個 噴出的一個格局 我們來看 目前的一個台股的情況 所以台股的情況目前 外資也是持續的在做買進 我們上禮拜提到的 全球的一個通膨的指標 就是原油 全球的資金從美國散出來以後 所有商品都在漲 黃金也在漲 原油也在漲 所以可以看到 原油持續在走高的話 都代表全球經濟復甦的力道 持續當中 所以在這些商品都還沒問題的話 現在全球商品已經連成一線了 同漲同跌 全部一起漲 漲到某一天 一跌跟你講全部都會跌 那一天保證你知道 只是你可能下不了手 砍自己的股票 所以現在一直漲都不用擔心 如果是中期讓他慢慢的做減碼 短期的你就要隨機應變 只要一定會有一個 很明顯的長黑 來提醒我們 可能高點會出現 它還沒出現 我們不用預設立場 所以我們來看 台股的外資的籌碼 外資的期貨部分 可以看到上禮拜 指數壓回以後 小外資矛起來加碼 進多單來到1萬口以上 反正又轉回一個什麼 做多的態度 外資可以看到 多單也是加回到4萬6千多口 那期貨已經漲那麼多了 外資快受不了了 但是期貨還是硬是加碼 為什麼 嘎到不行了 外資連那個多單都被嘎 只要多單不夠就算被嘎了 都算輸了 所以我們來看 外資的這個空單 最近是怎樣 強力的在做回補 我們看這綠色的空單 之前這一波 這個橫向的 外資空單沒佔什麼便宜 空了110萬張 這一波趕快殺下來 殺不下來 做空失敗 迅速的回補 目前已經創下新低 比之前這個地方還低 補掉多少 126萬張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才買了800億 他之前賣掉了1300億 光買回還差多少 500億 如果把台幣升值加進去 再加個三五百億 可能還有1000億 所以那個 但外資用力買 什麼叫用力買 就是150億 200億 150億 200億 200億的買 這個指數就會進行 我們剛剛講的最後的噴出段 所以目前還沒進入到狀況 只要預估量穩穩的都在1300億到500億之間 都還算是控得住 這一波失控 應該就會有機會逼近2000億 因為這麼多股票 如果同步失控 那是非常可觀的 所以我們來看 外資目前積極在偏多操作的標的 給大家來看參考 群算 最近現貨是大買12萬張 借券補得更兇 我們說最近狂補空單 補了16萬張 先狂補空單 然後再拼命的買多單 友達是多單買很多 但空單可能本來就不多了 所以看到電子股 外資開始補回去了 前面市長群創 友達 宏基 大同 都是電子股 但金融股外資還是持續做多 因為台幣升值最受惠的 一定是金融股 一定是跑不掉 而且是陌生段 金融股一定會有它的角色 所以不知道選什麼 金融股應該都跑不掉了 只是它的幅度 可能沒有像一些少數電子股 這麼強 我們來看群創的主力籌碼 最近可以看到連續兩週 是把之前七八週的籌碼 一口氣就買回來了 簽帳的大戶是 一口氣買了三個百分比回來了 散戶只要一賺錢怎麼樣 就全部都賣掉了 所以像群創籌碼已經轉到 轉為就外資主力的手中 相對之下 我們逢高要謹慎的標的 就是外資現貨在賣超 明明借駿竟然還增加 我們說借駿外資已經拼老命在回谷了 但這些標的外資還敢增加 雖然數量不多 但起碼外資的態度並不是偏多 今天看到有蠻多的船產上榜 比較是這些船產你要避開 這些就要先行避開 所以大家一直 賞物很喜歡的紅海 還是持續上榜 還是持續上榜 所以紅海像這個 受到匯率的壓力非常重 所以外資根本就不買回來 台積電拼命買 但是紅海都還是沒有辦法避開 像華通之前的很強的股票 最近也開始明顯回檔 所以今天雖然反彈 我們來看一下華通的主力籌碼 事實上主力不只賣一週 主力事實上已經賣了七八個禮拜了 只是上禮拜怎麼樣 賣的比較少 可能趁長黑的時候有回補一些空單這樣子 但是可以看到散戶還是持續的在買進 所以華通今天的強勢還是視為一個反彈的格局 像這樣的標的 我們就不能太樂觀 所以目前最大的背景是什麼 就是台幣強力的升值 所以除非是利基型的電子股 我們看台幣今天雖然很小幅貶值 但是上禮拜一度來到29.03 準備來挑戰這29的重要關卡 震盪個幾天是合理的 這一跌破完蛋就要挑戰什麼 28.4 所以只要29一破 看到28.9 28.8 大概很快的就會來到前波28.4 28.4能不能守住 那時候市場就會非常的關注 那時候電子壓力會不會更大 就會更大 所以有關會損的這些標的 我們還是要盡量避開會比較好 好 翻看一下阿斯平 再來籌碼面 還有個股的變化重點提醒